为了将闲置已久的普里花卉物流中心进行活化 行政院农委会农粮署日前进行物流中心委外经营管理的标案 而这次的标案是由普里镇公所所得标 公所已表示对于花卉物流中心的活化 目前公所已有复案 将会朝农业、文创以及科技等等方向来规划 而今年的目标是先将整体园区做一个新规划 公所方面也有信心来完成初步活化的工作 带动地方的发展 我们要用我们的资源来建设这个花卉物流中心 然后我们经营的方向是农产品 还有一些高科技的卖点 我们要把它建立起来 目前我们会把现有的设备做一些整理 然后来招商 把我们周边的环境弄出来 然后找一些高科技的厂商 农业的也好 那个文创的也好 我们来招商来经营这个区块 县议员王彩元表示 华卉物流中心已闲置许久 这次普里镇公所能够得标 也希望在廖镇长的带领下 能够结合地方产业、文创以及观光 让物流中心能够重新再起 带动地方发展 希望来做一个 不管在我们的山页 在我们的观光 在我们的文创 做出一个有法度 来吸引我们的观光客 来跟我们保理顶 目前这就是我们温泉区的前哨 如何带动整个我们的观光 我们的山页 跟我们的文创 让所有游客 有这个诱因有这个点 让所有游客来到这里 游客进来就有前草进来 让我们整个物流 再一次的风华再现 副议长潘一群委 期许花卉物流中心 在公所接受管理后 能够审慎评估规划 让物流中心能够结合地方产业与观光 来共同推展 进而促进地方繁荣 记者陈惟一 普理采访报导 下雨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